大部分的人雖然在一個禮拜之後 可能沒有傳染力 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這樣子 即使你快篩陰性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說 你真的不帶有病毒喔 我會見他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體力的 就是說 隨時隨時都有可能確診 所以你要維持你自身的免疫力 中央指揮中心自5月8日起 實施7加7政策 輕症確診者去發病日或採檢日7天起 不需快篩即可解離 有部分民眾擔憂 7點冷快篩陽的人是否具傳染力 而針對如何降低藍疫風險 小兒科醫師林應然受訪 提出三大重點 那一般來講你感染初期 通常是病毒量是最高的 那隨著你慢慢康復 那你產生抗體 那麼這些病毒的量會逐漸減少 但是人有白白種 有些人他的免疫力比較差 他沒有辦法清除病毒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病毒會持續存在他的體內 繼續繁殖 這種現象我們曾經發現 有些譬如就像 艾滋病的人 或者是在做免疫抑制器治療的人 他因為身體的免疫力很差 他沒有辦法清除病毒 這個病毒有時候會存在他體內 幾個禮拜幾個月 曾經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案例 這個病毒的存在他體內快要一年 後來這個 以前都是有快篩陽性 他通常是不能離開病房的 所以那個病例 曾經在病房裡面呆了快一年 後來終於沒有快篩陽性了又才出門 所以我說大部分的人 雖然在一個禮拜之後 可能沒有傳染力 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這樣子 其實你第七天 還快篩陽性的很多 我碰到很多病人都跟我說 他隔離七天 那本來是不用篩就可以出門了 那現在快篩陽性怎麼辦 我一般會勸他說 你還是繼續留在家裡比較好 因為你既然快篩陽性 你可能還有一些傳染類存在 雖然沒有像你感染初期那麼強 但是如果人家知道你快篩陽性 人家怎麼敢跟你在一起 所以如果七天之後快篩陽性 我建議還是在家裡比較好 畢竟如果人家知道你快篩陽性 或者是你不跟人家講 後來人家又確診了 人家也會怪你 我覺得如果你雖然合法可以出門 你當然是可以出門 但最好我會建議他戴一個N95口罩 因為那個隔離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還是要盡量 不要跟人太親密的接觸 那還是要勤洗手 不要太跟人親密 特別是你講話的時候 不要跟人家很接近的去講話 那你的飛沫其實是最大的感染源 那這樣呢 或許比較不會傳染給別人 那當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急的話 你也可以等快篩陰性之後 再出門是更好的 即使你快篩陰性 其實很多的情況下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說 你身上不帶有病毒 你知道我們現在快篩 身上有很多的未陰性存在 因為快篩要產生陽性 需要病毒量比較多才會產生 病毒量少的時候 是需要PCR才有辦法偵測得到 所以有時候即使是快篩陰性 也不見得說你身上沒有病毒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病毒 其實存在台灣的社區很多地方 有時候我覺得不差這一個人的傳染來源 到處你都有被傳染的可能 對其他人來講 如果你不想感染的話 你必須把你周邊的人 視同多可能傳染給你的這些感染源 然後呢 盡量去避免跟人群的接觸 盡量勤起手戴口罩 要不然的話 你總有一天會被感染的 你看我們現在多少人被感染的 有哪些人可以幸免 很難喔 其實你看 連那個檯面上很多政治人物 或者是醫界的人士 他們的防治姿勢應該是很好的 但是他們也是確診 你就可以想見說 這個病毒真的是很難清楚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體力 就是說 你隨時隨意都有可能確診 所以你要維持你自身的免疫力 打疫苗是維持免疫力最好的方法 其他的方法呢 就是靠你身體的健康 像營養睡眠運動 再加上你盡量做一些公共衛生的防治 如果你一旦被感染 通常來講你防治得好的話 病毒量不會太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通常也是幾乎是輕症 或者是無症狀的 你不可能永遠逃得了這個病毒的感染 但是你希望你的感染是輕症 輕症或者是無症狀收場 而不是以中重症或者是死亡收場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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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